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 那这部分呢,请学过C语言的同学 也同样要特别注意 因为C语言没有这种东西 C语言没有物件导向 所以对个人来讲 这个领域是全新的 那当然有些同学可能自己曾经去学过 比如说学VB或学其他的物件导向像Java语言 那所以你可能已经了解了 那如果你已经了解了 那我现在讲的东西应该就很简单 但是对于只学过C语言或者是没有学过C语言 也没有学过任何程式的同学而言 这部分对你来讲就是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物件导向具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叫做封装 第二个特性叫做继承 第三个特性叫做多型 那我们先来看看最简单的封装 好,封装的意思呢是 那我们看一下封装 但是我建议大家先直接看这个修改进化版 因为我之前曾经直接讲这个的时候 发现同学有很多问题 那我故意把它修改 其实应该叫退化版 让它呢退化成比较简单的样子 而且该分开的分开 那所以这个叫退化版 各位我们看一下 OK,它第一个这里 它定义了一个叫做Rectangle的Class 请注意它是Class Class在物件导向里面是类别的意思 那类别跟你写的一般C语言程式有什么不同呢 你写的C语言程式 就是你不会把一个资料呢 宣告在一个叫做Class的东西的中间 OK 比如说C语言里面根本就没有Class这个概念 C语言里面只有区域变数 权益变数 然后呢 大概就这样 函数 OK 正列这些都可以是区域或权益的 OK 那但是它没有物件这个概念 但是在这里我们引入了物件 那你会看到 它在物件里面宣告了一个 物件Rectangle就是矩形 矩形里面它宣告了一个 width这一个栏位 再宣告一个height这个栏位 也就是说矩形的宽和高 那根据矩形的宽和高呢 我们可以写出一个函数 叫area 面积 面积 那矩形的面积就是宽乘以高 OK 那这时候呢 我就宣告完这个物件宣告完毕 接下来呢 我去使用这个物件 怎么使用呢 请看下面这部分 我们使用物件的方式也一样 在main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我宣告一个Rectangle 就是宣告一个矩形 叫R OK 宣告一个矩形叫R 接下来呢 我们用new rectangle 这是把一个类别喔 根据那个类别喔 根据那个类别来创建一个新的物件 OK 好 根据那个类别创造一个新的物件R 所以这个R其实是个变数 但是这个变数呢 有点像你在C元里面的结构Structure S T R U C T的那个东西 那C元的Structure里面 你也可以放一些栏位进去 那在这里 以封装而言 其实物件导向的封装 有点像结构 但是不同的是 你在结构里面 你不会把一个函数封进去 但是在这里 物件导向里面 你会把很多函数封进去 好 这是封装 跟结构不同的地方 好 所以接下来我R既然设立出来了 我就把R的宽度设定成5 把R的高度设定成8 那这时候呢 我去呼叫R 呼叫R的area这一个函数 OK 印出R点area等于多少 这时候这个R点area 这里是关键 R点area这一个函数 其实它会去呼叫到这里 会呼叫到这里 呼叫到这里 那刚刚我们已经把R的V设成5了 R的height设成8了 所以这里呢 的V就会是5 height就是8 所以它会传回5乘8等于40 所以这个R点area会印出40 好 那同样的我可以再另外宣告另外一个矩形 这两个矩形完全没有关系 互相不干扰 OK 那我叫R2 那R2点with呢 我把它设成7 R2点height我把它设成4 这时候呢 我们一样再印出R2点area 这时候它会印出28 所以一个会印出R点area等于40 另外一个会印出R2点area等于28 好 那这是物件导向里面 纯粹封装的概念 那封装的概念是物件导向的第一步 所以这里一定要先弄懂 那我把这个程式呢 直接贴到Visual Studio里面来执行一下 好 在这里 而且我这里不要删了 好 那我贴进来 那我重新建置一下 好 OK 没问题 那这里呢 我们中断点就设在这边 整个main结束的地方 这样在执行完的时候会中断 好 那我们会看到 R点area等于40 R2点area等于28 那 这一个范例 我们是用来示范 物件导向的封装 那今天大致上 我们会把物件导向 整个讲完 大概就是封装 继承 多型 这三个特性 讲完大概 今天的任务就算大功告成 OK 好 所以各位请仔细去看一下 请先用这个修改进化版 应该是退化版 先执行这一个程式 确保你一定看懂它 OK 好 那请大家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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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